直播间那小伙伴就有话说了 说如果只有一粒 我肯定支持是开错药了 但是现在不只是一粒这样啊 我觉得这药应该是没开错 但我实在是想不通 为啥这么开啊 我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 还有一位说 我想起来我以哪个事了 我之前在他家看到抗抑郁的药 我就问他你咋吃这个呢 他说当时是因为胃疼去医院检查 大夫给开的 效果还挺好 赵老师这事倒是你咋看 在我们临床上 其实这种现象是非常常见的 而且我也确实经常 在我们的临床工作当中 经常会给患者处方这类的药品 那么比如说上一周 在我出门诊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一个患者 是一个55岁的一个女性 那么这个患者到了我的诊室 她的主要的问题是觉得 心脏难受 心慌 觉得气短 上不来气 然后自己跟我说 我到心脏科那了 我去反复做了非常多的检查 心脏的超声啊 动态的心电图 甚至于啊医生 我都已经做了这个心脏的灌脉CT 做了造影 我就是想去看 我到底有没有心脏病 但是最终医生给我做了很多的检查 就说我的心脏没毛病 但患者自己很痛苦 我难受啊医生 我真的难受 所以最后这个患者到我这来看病 那么我经过一些检查之后 我也给他处方了一些抗焦虑和抑郁的 这样的药品 不只是查不出原因的胃疼 嗓子疼 那像一些不知原因的心慌气短 也被医生开了抑郁药 这又是为什么呢 刚才在您的这个表述过程当中呢 您提到了一个词 其实是很关键的 就是查不出原因 患者通常会有相关的主速 会觉得嗓子疼啊 胃疼啊 心脏难受啊 但是你去做了相关的检查 都没有查到原因 为什么查不到原因呢 因为那个器官 它真的就没有气质性的疾病 所以尽管患者有相应的症状 但是那个脏器 它并没有一个实质性的损伤 那么这个时候有经验的医生 就会推荐这个患者 去到我们神经科来就诊 那么他可能就联想到了 一些神经科相关的疾病 导致的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 所以我们神经科的医生 根据患者的这些表现 做出了一个诊断之后 我们就会给他处方了一些 这样的让患者看来 很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类药品